發揮拼搏精神,帶來獨度分析 A1出擊 歡迎大家收聽A1出擊,我是馮凱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六日,還未有停火的跡象 俄羅斯國防部還警告烏克蘭首都基庫居民 說俄羅斯部隊準備向基庫安全設施發動精準的襲擊 CNN剛剛報導說,烏克蘭官方譴責基庫一處紀念地標 至少被三個導彈擊中 也在社交網上說,戰爭的罪行正在發生 烏克蘭政府說基庫的電視塔都被俄軍攻擊 部分的設備受損,頻度有一段時間是無法運作 至於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 市中心的獨立廣場,市政府的大樓也被導彈擊中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很希望可以立即加入歐盟 他今天向歐洲議會發言時說,希望議會可以證明 烏克蘭並非孤軍作戰 不過印度有傳媒消息說,歐盟存在著分歧 德國和法國都說,相信即時加入歐盟 未必可以在短期之內發生 消息就有待證實 不過不少西方國家又說很支持烏克蘭 為什麼這個要求又要推三推四呢? 入了歐盟對烏克蘭來說又有幾大好處 找了在歐洲,法國巴黎擔任自由記者的雷丹宇 談過過一段時間的因由 其實歐盟和烏克蘭已經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在2014年,歐盟和烏克蘭已經簽了一個所謂的夥伴協議 這個夥伴協議包括什麼呢? 包括說,烏克蘭人可以來歐盟成員國做事免簽證 取消了簽證,來會的簽證 以及允許烏克蘭的商業貿易進入歐盟的投資銀行裡面 這個已經是一個所謂的經濟合作夥伴的關係 直到2017年,這個所謂的合作協議正式生效了 生效之後,其實就表示了一個自由貿易的關係和歐盟 但是距離成為歐盟成員國呢 還是一段很長很長的距離 2017年的時候,大家都估計 要最起碼20到25年才做到這一點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進入歐盟,要成為歐盟的成員國呢 有很多條件 比如它是不是一個市場經濟 它們的人頭的財富 它們是不是很多其他的人權 所有其他的法例都符合歐盟的條例呢? 所以當時2017年,2018年都估計需要20年時間才考慮 它有這個能力,符合要求進入 但是同時也有其他東歐國家都在門口等了很久 譬如土耳其已經是十幾年已經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土耳其的問題一直都停留在這裡 那奧克蘭會不會這次因為被人打到門口了 所以需要歐盟救急呢? 進入歐盟和進入北約是否同一回事呢? 那其實是否第二個走站的一種做法呢? 是否進入歐盟又可以威脅到普京呢? 那這些問題其實大家都在討論的 那其實很難想像進入歐盟是一個籌碼來的 是一個喊馬威給北約 說我暫時不入北約不要緊 但是我成為歐盟 一樣是向歐盟這邊靠攏 其實烏克蘭和歐盟關係是挺接近的 2004年的選舉 就是有一點我們叫做當時的程式 那個運動是和歐盟已經很大的關係 2014年的選舉也是選了一個 接近歐盟的一個總統 所以其實有很多和歐盟的關係 有一點息息相關的 完全沒有可能說他不屬於歐盟的一個 準備入歐盟的已經鋪好了這條路了 但是也很難想像說歐洲大陸 第二個最大的領土國家就是烏克蘭 如果他不是屬於歐盟國家 歐盟成員國又好像有一個歐盟的領土 疆土之間的定義裡面又好像過不過去 但是成為歐盟成員國就有很多很多的條件 剛剛講過 所以直至今天很多歐盟的議會 每個國家的議會都可以 對國家都可以討論這些問題 大家都覺得在短時間內是無法入歐盟的 可以是一個中期的打算 可能減少去不到20年 不需要20年 但是直至到今天 在未來這幾個星期或這幾天 達成這個協議是很難的 首先要歐盟委員會同意 接著要到歐盟委員會 接著再去每27個國家都要投票決定同意 這個程序就很長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所謂的運作程序 一定要走的這些路 會不會縮短呢 會不會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流血犧牲 接著家破流亡 將會有這麼多戰爭難民 入到歐盟國家成員國的邊境 會促進 令到這件事快些達成呢 可以說未必是這麼樂觀 很多歐洲國家 正如你說的法國 德國 都未必一定是這麼快 可以很快答應 因為有一個後果就是可能更加激怒浮徑 可能這一個就是最主要的考慮原因 因為會激怒浮徑 可能那些災難性的結果 就會發生在自己的國家那裡 是的 而且也會是因為 變成有些少幫不到謀 還吃不到雞還打了 還虧得拿米 然後令到歐盟更加失去信任 那會不會有其他後果 譬如其他歐洲國家又怎麼看呢 想要入歐盟成員國那些其他小的國家 又怎麼看呢 會造成歐盟成員裡面的一個 有一個不協議 或者出現一個內控的狀態 那當然其他很多歐洲國家 歐盟成員國裡面 都有些國家是很 所謂很支持的 也都有些國家是表示 稍微沒有這麼明顯的 例如匈牙尼 匈牙尼和普京的關係比較親密 但這次他都已經站在烏克蘭旁邊 其實很多國家的態度 都在左搖右擺 所以這個問題又提出來 好像有些改變了對戰場的關注 減弱了 但事實上這個點 不是成為一個立即停戰的理由 就算加入歐盟要等這麼多年的時間 即是不可以有個名義 給烏克蘭加入去歐盟 然後就幫烏克蘭去對付俄羅斯 這樣才算 但可以不用用這些 這麼正統的名義去幫他 歐洲也有不同的國家 是很同情烏克蘭的 那達連斯基今天就向歐洲議會說 你證明給我看 我們不是孤軍作戰 你估計歐洲國家 聽見他今天這一番的說話 會有什麼行動呢? 所以其實歐盟在這兩天當中 其實很頭痛就在想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不循正規的途徑 不走一般所走的那條這麼長遠的路 因為歐盟是一個很複雜很大的一個組織裡面 和英國的脫歐都已經談判十年了 幾乎是去到這麼久了 所以其實有什麼可以歐盟做到呢? 譬如已經提出了有四億歐元 就可以提供殺傷力的武器 另外四億歐元 就可以去買其它保護、圓座、或者石油 或者其它的能源 各方面的保護器材 支持烏克蘭 這兩樣東西已經是歷史 歐盟出錢去買武器 直接支援它 一個戰火中的國家 已經是歷史上的第一次 但是當然歐盟可以是動用一個緊急法 去使用它們的財政 預算 但是這些武器 包括是導彈 各方面的 甚至德國都已經是 答應提供導彈 或者提供捷那些火藥 各方面的武器 但是怎樣運到一個 在戰火中的國家呢?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會不會在途中有被劫 又會在當中出現其他細節上的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 在戰爭當中 特別是相信在受戰火 在這裡空炸的烏克蘭人 當然希望很多東西都可以 立即可以達成一個 有一個可見的成果 但是事實上 這次牽動的實際 不是一個國家兩個國家的問題 而是整個歐洲大陸 甚至是其他大陸的問題 包括美洲、包括澳洲 今天多謝你雷丹宇 多謝你